关闭疫情期间的更多人居家办公或者是学习带动了流动餐车和流动超市的需求 受访的餐车业者指出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期间营业额增长多达30% 流动超市则是深受年长居民的欢迎 来看记者李仪华的报道 值总评价的流动超市售卖各种新鲜蔬果冷冻食品和白米等产品多达200种 目前流动超市在成熟市镇的五个地点定期运营 为年长居民带来便利 我们角通来这边买 你去到巴萨还要很辛苦 好像一些老人买他们会送去他的家 水果很少 所以最好是多一点水果 都是买水果的 不过值总评价也会在特殊情况下 调派流动超市到其他地点 红山井巴萨出现感染群而关闭时 流动超市卡车就特地开到红山井一带 为居民提供日常所需 由本地餐饮集团经营的这辆餐车 去年11月正式投入运作 主要收买咖啡茶水和本地美食 业者透露在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期间 流动餐车的营业额上涨2到3成 不过受疫情影响 餐车能够运营的地方有限 公共的停车厂我们有向官方申请过 可是都没有办法批准 刚好第二阶段很多人都是在居家办公 比较多的公寓邀请我们过去 所以我们的生意会比较好一点 吐司工坊的流动餐车 每个月在多达8个地点营业 方便时刻享用新鲜烤吐司和咖啡 公司指出每星期都会接到5到10个询问 反应踊跃 即使目前唐氏限制松绑 也不会对餐车的业务造成太大影响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